自2002年1月正式成均的5566 在短短一年内人气飙升 除了在同年12月发行首张专辑For Sale本后 抄下了销售奇迹 更在2003年1月27号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 成功结束首场演唱的5566 也在4月前进新加坡举办收票演唱 而同年暑假结合了偶像剧 56在台举办了首场收票演唱会 和我一起爱情漫游 在我胸口无所谓是非 隔年1月56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就在歌迷的引颈气派下 终于在2004年8月28号 在台举办首场大型收票演唱会 不过56除了在出道三年内 累移超高人气 举办多场演唱会 他们更开场演唱会新风格 每每代给歌迷全新的视频感受 ienia tecn 一號 看一下一號是什麼 比大 比大 我們就贏了 為什麼 我們這邊該大的都大 全身上下該大的都大 我們這邊活動重點大就好 一 二 三 準備囉 一 二 三 而Skywalk 演唱會更破天荒 結合偶像劇海豚灣獵人 在演唱會現場進行拍攝 讓道場歌迷都成了劇中的角色 邪志以及仁甫還不激情像 搶拌中國娃娃 穿下男子偶像團體首例 在演唱會中變性演出了新紀錄 沈媽媽 沈媽媽你怎麼會來這邊 沈媽媽很早亮的 不要跟我說話 沈媽媽有什麼話要提醒我們 什麼 不要再做了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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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沈錯 不要來 不如我的美 誰要是喜歡我 將快點大聲說出來 但要說到五六的演唱會時 2004年8月28號龍之神物演唱會 在接連兩個颱風的夾擊下 仍舊如期完成只能說是最大的奇蹟 哈利颱風在台灣停留了 經過了一天半的狂風暴雨 使得五五六六演唱會 舞台搭建的境嚴重落後 颱風更不見 他會到底還要不要唱 現在開始呢要不然合得來 五六六平時召開記者會做出決定 確定在8月28號不延期如期舉行 如期舉行 但為了不讓歌迷失望的情況下 五六決定風雨無阻如期舉辦 只是8月25號當天因颱風而拆除的舞台 卻必須在48小時內搭建完成 我覺得很開心然後又很擔心 就是不知道到底今天晚上明天 到底能不能順利的把它完成 對 我們已經預計今天彩排大概會到 隔天早上四點四五點左右 LED照走 攝影走 曹徜 pots 曹徐 three 曹徐 除了 fresh bå 早上四點五對 舔 快 激 老公他太大了我抱不动 老公不要开玩笑 怎么会抱不动 记不记得我刚爸爸念的电话号码 猜一猜 你要去表演我满满的 没气了 而个人表演方面 56更不放过任何自我突破的机会 除了56的精彩表演 他们又创下动员王心灵183等身 三位艺人共同打造演唱会的新纪录 除此之外 公司更为56每一个人投保上意意外写 成为所有演唱会歌手之最 是在这名56不可撼动的地位 主持戏工作满档的5.6全都在美样工作力求完美 因此私人不愿意忙碌的通告影响演唱会品质 宁可牺牲睡眠时间彩排再彩排 不论是要他们牺牲形象 或是要他们挑战自我 上海加油 五六的精神一路走来都没变过 非常地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小刀一二 側翻列中 你在他後手翻 非常厲害 大家掌聲鼓勵好啊 昨天他在彩排的時候 還不小心瞪了一下腰 到醫院去打 是痛症你知道嗎 我覺得 他真的都真的很拚命 他們始終秉持著拚命去闖的心情 是因為 硬撐也要撐下去啊 5566